最新独家画面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总统大选的政治现金遭人检举申报不实 而目前调查局就在搜索柯文哲的办公室 联系上请记者赵益杰来告诉我们 好主播马上带大家来关心柯文哲的政治现金假账案 今天上午台北地检署是指挥了调查局 针对两个地方进行搜索 第一个地方就是会计师端木正的事务所 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人在的这个地方 是木可公关公司以及柯文哲的办公室 那么透过最新的搜索你画面 你可以看到事实上调查局的干员 他们今天早上九点多的时候 就已经抵达到台坡大楼了 针对里面包含了木可公司的一些相关单据 都是进行了搜证 而且调查局人员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 快三个小时了 他们人还在里头 要继续针对里面的账务进行搜索 哪些东西该问的 该拿的 哪些人该带回的 待会都会移送到台北地检署进行复训 那么回顾一下这起假账案 最主要就是因为柯文哲他被人检举 他的整个政治现金申报不实 而且大笔的款项都流向了木可公司 对此木可公司事实上 他们第一时间是回应说 事实上他们只是在帮柯文哲 做一些竞选小物的宣传 而且木可公司当时还说 他们即刻停止应运 看起来就是民众党跟木可公司想要切割 但是事实上我们实际来到这里发现 台北大楼的二楼确实是柯文哲的办公室 但是同时也是木可公司的办公室 所以可以说两间公司 他们的办公室是共用的 以这样的状况 木可公司有办法跟柯文哲进行切割吗 同时在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端木正他的会计事务所已经被搜索了 现在被搜索的进度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端木正他过去 是整个国宝集团 朱国荣他的委任的财务长 他的背景守候 他过去也在案件中全身而退 如今他跟柯文哲杠上了 待会包含木可 还有端木正事务所的人 都会被移送到台北地检署附讯 只想象传过到这间消息 再把镜头交还棚内